这个靓丽的女人出门逛街回来 可对门的邻居看到后 却举止怪异了起来 她慌忙捡起刚买的菜 又整理了下着装 然后出门假装跟女人偶遇 不知情的女人 善意地跟邻居打起了招呼 可女人万万想不到 这个邻居看似憨厚 实则暗藏着丑陋的一面 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意外 更是将女人一步步逼进深渊地狱 女人名叫何颖心 是个正直芳华的美貌女子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 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然而何颖心不知道 自己傲人的身姿 此时正被楼上一双贼眼注视着 而偷窥者 竟是何颖心的对门邻居朱勇 这个有色心眉色胆的猥琐中年老汉 早就对这个天生励志的人妻垂涎三尺 平日里不想着干正事 就琢磨着找借口接近对方 此刻见到她回来 连忙又拎起东西装作是刚买菜回家 借机巧遇何颖心 并成功与之攀谈起来 何颖心客套地表示 羡慕朱勇妻子好福气 有个会做饭的老公 可朱勇的话却让何颖心浑身不自在了起来 那我说这女人啊 还就得像你小孩这样 又温柔又不佳 感受到朱勇充满侵略性的眼神 何颖心顿感不对劲 急忙一要煮饭为游进了家门 可此时的何颖心万万想不到 自己早已被这个恶魔惦记上了 心仰难耐的朱勇 很快以借酱油为由 敲响了何颖心的家门 然而何颖心将酱油借给对方 简单应付了两句后便又关上了门 处心积虑制造的两次接触 却都这么短暂 意犹未尽的朱勇 对自己的有色心眉色胆 顿时懊恼不已 但这也让他内心的欲望越发高涨 朱勇马上又开始盘算 如何找借口再接近何颖心 却没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意外 竟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晚饭时间 朱勇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得知妻子晚上因为加班不回家了 原本朱勇还略感不快 但他却很快意识到 对门何颖心的丈夫 前进 肯定也要加班 今晚也回不了家了 原来朱勇的妻子 跟何颖心的丈夫在同一个公司 平时有加班都是一起加的 想到隔壁那个独守空房的美貌人妻 一个邪恶的计划 顿时在朱勇心底酝酿而出 另一边的何颖心还不知危机将近 此刻的他正因为接到丈夫的加班电话 而心声不满 于是便独自喝酒解闷 可就在这时 家里却突然停电了 于是何颖心便给物业打求助电话 并点燃了一根蜡烛赞以照明 可就在这黑灯瞎火的时候 朱勇突然以借蜡烛为由敲响了房门 单纯的何颖心压根想不到 突然停电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朱勇的卑鄙手段 为了有正当借口接近何颖心 朱勇不久前竟故意拉掉了电闸 而看到何颖心回身取蜡烛时 知道机会以来的朱勇马上偷偷跟进门 再看到满桌的啤酒 和黑暗中依然难掩亮丽的美艳人气候 朱勇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浴火 猛然上前抱住何颖心 想要强行逼迫何颖心就范 然而何颖心却坚决不从 黑暗中还打了朱勇一巴掌 就在两人拉扯间 突然又来电了 而伴随而来的还有紧凑的敲门声 朱勇顿时觉得 是何颖心丈夫里前进回来了 心里的恐惧瞬间冲散了浴火 甚至吓得下跪哀求何颖心保密 此时的朱勇 着实已经吓破胆了 连毒誓都发上了 看着朱勇低声下气的样子 何颖心最终还是心软了 但实际上 敲门的只是上门维修的小区电弓 朱勇长松了一口气 而何颖心虽然没有揭发朱勇 但对龌龊的朱勇已经厌恶到至极 冷漠地将朱勇赶了出去 可他万万料不到 回到家的朱勇竟仍贼心不死 处心积虑策划了半天 结果却是这样灰溜溜地收场 想到何颖心的傲慢和那一剂 结结实实的耳光 朱勇是越想越气 于是便下定决心要让何颖心为羞辱自己而付出代价 怀恨在心的朱勇 自从那晚奸计失败后 便开始频繁跟踪起何颖心 想伺机找到报复对方的机会 没想到这一阵的跟踪下来 竟真让他发现了何颖心一个天大的秘密 何颖心最近突然与一个叫正美的年轻男子频繁接触 两人关系显然很近 举止也很亲密 就像是情侣在约会一般 这让朱勇断定 两人肯定有奸情 他知道 自己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便更加卖力地跟踪和偷拍 有了把柄在手 朱勇在碰到何颖心的时候不再躲闪 言语又开始轻挑了起来 何颖心健壮便呵斥了一番 没再理会 可他不知道 一场巨大的危机 已经在前方等着他 这天 何颖心和郑磊来到了野外约会 不料朱勇也跟踪了过来 你干嘛 站住 朱勇趁机拍到了 何颖心和郑磊在车里的亲热照 但因为靠得太紧最终被两人发现 于是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意识到逃不掉的朱勇 趁对方不注意 将相机扔进了一处隐蔽的草丛 随后便因不慎摔跤被追上 但此时朱勇已经是有恃无恐 不仅不怕郑磊喷出的怒火 还嚣张地拿出最近偷拍到的照片 并扬言要将照片散播出去 看着这些清晰暧昧的照片 两人顿时惊慌失措 而朱勇则趁机向他们索要20万的封口费 否则马上将照片也寄一份给何颖心的老公 郑磊闻言连忙将何颖心拉到了一旁 可他竟是向何颖心提出 让他回去离婚 然后跟他在一起 但何颖心却担心 母亲再次以死相逼 不肯同意 原来何颖心和郑磊曾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 但因为何颖心母亲嫌弃郑磊家境贫寒 竟棒打鸳鸯 生生拆散了这对情侣 而何颖心也因为母亲曾一度以死相逼 最终无奈地嫁给了家境富裕的李前进 然而五年后 与郑磊的意外五欲 却打破了何颖心平静的生活 得知郑磊一直放不下自己 至今未娶后 何颖心顿时感动不已 于是旧情复然的两人迅速打得火热 经常被这李前进在外私混 可没想到却被朱勇撞破了好事 郑磊想趁着这次的意外 与何颖心重修就好 无奈何颖心还是如五年前一样 最终 两人合计后还是答应了朱勇的要求 担心朱勇出尔反尔 何颖心两人还让他写下了保证书 如果朱勇违反约定 就需要支付双倍的赔偿 朱勇对此却不以为意 爽快写完后便拿着银行卡离开了 而何颖心突然转走二十万 也引起了丈夫的注意 面对丈夫的疑问 何颖心则慌忙以炒股投资为有掩饰 这次的意外让他后爬不已 朱勇写的保证书 何颖心也是谨慎存放 觉得有保证书在手 朱勇就不敢再乱来 然而何颖心不知道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勒索到二十万的朱勇 对何颖心并没有死心 看着何颖心性感靓丽的照片 朱勇再度色心四起 回忆起何颖心和情人私会的一幕 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浴火 一番酝酿后 朱勇脑海里产生了一个更邪恶的想法 何颖心 你可是我嘴边的肥肉 不吃白不吃 隔天 朱勇就趁着妻子外出上班的时间 拿着一瓶酒来到何颖心家 何颖心本想拒绝 但碍于对方手里有自己的把柄 最终还是让他进了家门 朱勇解释自己是来和解的 一坐下来后 就自顾自地倒起了酒 可就在何颖心转身接情人电话的空隙 朱勇竟拿出一包白色药粉 偷偷倒进了酒杯中 等何颖心打完电话后 朱勇就开始想方设法 让何颖心喝酒 朱勇竟主动交出底片 何颖心看完后果然放松了警惕 朱勇见状 则马上提出了干杯和解的要求 为了打消何颖心最后的顾虑 朱勇直接是先干为敬 单纯的何颖心最终落入圈套 喝下了那杯佳料的红酒 殊不知自己即将堕入深渊 很快何颖心就因为药效昏迷了过去 而一场罪恶就这样发生了 事后朱勇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可清醒过来的何颖心却悔恨不已 只能一遍一遍地冲洗自己的身体 然而此时的何颖心却没意识到 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一个月 朱勇仗着手里握有把柄 开始频繁威胁何颖心与自己发生关系 何颖心被逼无奈 只得就范 直到这天 何颖心终于不堪重负 将满肚子委屈告诉了情人郑磊 郑磊得知后顿时气很难平 责怪何颖心不该隐瞒 应该马上报警 但何颖心却表示他顾虑太多 自己背叛丈夫在先 如今又被朱勇侮辱 一旦报警 事情曝光 自己将再也没脸见人 但郑磊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这样下去只能一直被朱勇牵着鼻子走 面对犹豫不决的何颖心 郑磊表示会永远守在他身边 在郑磊的劝说下 何颖心最终还是选择 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故事的最后 朱勇因涉嫌勒索和强奸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被责令赔偿敲诈 何颖心所得赃款20万元 贪得无厌的恶魔领居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邻居之间本应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 但因为恶徒心术不正 竟引发了一系列风波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